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之一形式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挑战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游戏开始回落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状态 在今年的40p令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办小时 今天我们来关注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 昨天下午两点多 位于上海市中心交州路728弄1号的一栋 28层公寓楼突发大火 截至今天上午9点 这起特大火灾事故已经导致53人死亡 另有7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17人伤势严重 我们先来看看火灾发生时候的情形 11月15号14点左右 上海静安区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大火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这是火灾发生15分钟后的事故现场 这座28层的住宅楼一度被大火浓烟包裹 数十辆消防车不停地向大楼喷水 警务直升机在头顶盘旋 不断有烧伤的居民被救出 火灾发生后上海公安消防卫生应急办等部门立即出动 赶赴现场处置展开灭火救援工作 20多名消防中队的上百名消防队员分批进入失火的大楼 对每个楼层每间房间进行查找 失火大楼内大水如步步般倾泻不下 一楼的消防泡沫已经伸起膝盖 失火大楼的两部电梯已经停运 消防人员徒步从两个消防梯向上走 寻找着每个房间 消防区是一家一家的 将一个大楼破开 那么少可能存在的一些进程者 我看到目前消防员员正在使用一些破拆工具的进行长浅 楼上的在七楼以上的呢 七楼以上的各个楼层有各个人各个中央的分工 从每个中央开始 现在已经搜救到几个人了 现在全面展开 我们已经搜救了好几个人 全面展开 消防队员介绍 在房间角落 卫生间废墟下 都有可能有遇难过的遗体 在危难时刻 被困的居民可能会选择紧闭房间大门 躲避浓烟和大祸 因此消防队员必须拆开关闭的防盗门 现在主要的任务 现在已经搜救了几家了 现在我们也从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是吧 事发地点 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焦州路 靠近渝阳路附近 熄火的大楼 一度被浓烟和大火包裹着 火灾现场 到处是烈焰 浓烟 飘落下流的灰烬 爆裂的玻璃碎片 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焦虎外 消防队员不断地从火场内抢救出市民 尽管地上的水温有四五十度 但是在危险面前 消防人员没有退去 仍然一次次以大火争夺时间 一次次以生命赛跑 我现在是在距离事发线条 五百多米的距离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所有的车辆和人员 禁止通行 那么另外还有几十辆消防车 在外围 在随时待命 为了救赎伤员 救援直升机 将救援人员直接从高楼调到顶楼参与抢险 由于连续抢险时间超过三个小时 一些救援人员出现了虚拖窒息的情况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停下 而是用毛巾握住头部 继续坚持着将昏迷的伤员抬出大力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十五分 距离火灾发生了 已经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从我身后大家看到 大楼的伙势 还是没有得到控制 消防人员正在忙碌紧张的 进行扑灭工作 刚才我看到上海市委书记 于正升和上海市的相关领导已经到来 他们正在忙碌的部署中 就在我身后的铁门里面 不过我们现在媒体是不允许进去的 刚才从静安区区长那里 我了解到 这栋失火的大楼里面 一共有一百八十多户人家 目前已经救出来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人 据他估算 还依然滞留在这栋大楼里的人数 已经不是非常多了 上海市领导和静安区领导以及机关干部 在第一时间成立了指挥中心和工作小组 从现场抢险 医疗抢救 治安防控 后勤保障等方面 采取应急措施 现场有关专家分析 齐活建筑的四周 搭满了脚手架 包围着大量的可燃易燃尼龙瓦 脚踏板 则为可燃的竹片板 以致火势迅速向垂直方向和周边蔓延 在极短时间形成大面积密集火器 同时 现场施工工地较大 火柱风势 加速了火灾蔓延 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施工队自半个月前开始陆续进驻小时施工 在三座高楼外墙搭建了脚手架 对外墙进行节能环保改造 增加隔热层 有业内人士猜测 这种类似泡沫的东西 很可能是聚本乙烯泡沫塑料板 一种具有连续性避孔发泡的硬质泡沫塑料板 虽然是一种环保型保温材料 但具有可燃性 一旦被点燃燃烧很快 现在是下午的6点48分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已经不像我们之前看到 有大量的明火区域 我手中拿的这份 是上海市政府发的一个情况通报 从这个通报上 我看到目前在现场展开救援的 有25个中队 61辆消防车 已经救援出的人员 有100余人已经送往周边的 向静安中心医院等相关的医院展开救援 15号晚上6点30分左右 大火基本被扑灭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 15号深夜 率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上海 指导火灾事故救援及善后工作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 这一次火灾的指挥部中心 那从我的这个镜头里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在这个屋子里面 京安区的区长和公安部和公安局的 相关人员正在拿着这个楼的一些设计图纸 正在紧张的进行部署的救援工作和 铺救工作的这个部署过程 16号凌晨1点 孟建柱在火灾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情况 了解搜救工作的最新进展 情况怎么样情况 你们觉得火灾情况 这把火灾呢是我们消防接近以后到现场 已经形成立体型的火灾 它是周围都是那个脚手架嘛 从一龙四网还有一些这个做备备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烧了就是立体型的 它不是一个流面 消防到场的话整个东西烧起来 在德区公安消防官兵已经对大楼进行了多次拉网去搜寻 仍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时 他强调大火已经被扑灭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全力搜救幸存者 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里面实际住的人呢 应该是在两百八十个人左右吧 现在已经救出来一百多个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小孩读书在外面嘛 那个时间段 那个 还有上班的 所以应该 在里面人数不会太多了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四十分 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今天下午着火的大楼的前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大楼里面已经漆黑一片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啊 在这个大楼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手电筒的光 去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 现在还有救援人员呢 继续在大楼里面进行搜救工作 不放弃每一个可能生还的生命 刚才我们看到发生大火的公寓楼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高度是八十五米 建筑面积是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二平方米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竣工 一九九八年三月入住 大楼的底层是商户 二至二十八层为住宅 其中有五家单位 一百五十六户居民 实际居住了四百四十多人 火灾发生后 上海市连夜调集全市医疗资源 全力救治事故中受伤的人员 多家市区级医院紧急开辟了绿色通道 我们再来看看救治的情况 上海郊州路住宅楼严重火灾发生后 约一百名伤者被紧急送到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华东医院 华山医院 瑞金医院 古陀区人民医院等 各医疗机构纷纷开辟绿色通道 启动应急方案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也迅速调集三十辆救护车赶入现场 力争在第一时间救治伤员 普陀区中心医院 在事故发生后 接收了五名从普陀区人民医院 转过来的伤者 并在当晚八点左右 送进高压养仓 去除他们体内吸入的有害气体 为了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 医院紧急抽调了多名精干医务人员 并对伤病员进行配对治疗 在高压养房内 护理人员陪同在伤员身边 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在五名伤员中 最让人揪心的是一名年仅四岁的小伤员 亮亮 火灾发生时 亮亮和家人正在降中 父亲抱着他 从十六楼翻到十五楼后 再从安全通道逃出了火灾 但是现在亮亮的爸爸和夜奶奶 都在京安区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索性他们目前的身体 也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孩子现在已经相对的安静了下来 刚刚进去之后一直在哭闹 晚上十点三十分 伤员们开始出仓 其中有两名是年轻的男性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吸引 众人的面色都有所改观 当时你在几楼 然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十八楼 十八楼 怎么逃出来的 从外面弄脚手架翻的 然后跳到九楼 然后又把别人家的玻璃踹破了 然后从紧急通道出来的 院方表示 虽然目前伤员们情况稳定 但还需要在医院接受几天的观察 确认无碍后才能出院 卫生部门组织市级专家 为火灾事故在院病人进行全面梳理 出苦脱区中心医院 陆续接收了52名伤员外 瑞金 华山 华东 静安区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 也纷纷接收了数十名伤员 在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记得看到 从昨天下午2点45分开始 大约每隔5分钟 就有好几辆120救护车 运送伤员到达这里 目前已经收治了52名伤员 大多数病人都是窒息 都是窒息 病人的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在急诊室 记者看到 医生对重症伤者采取心肺复苏术进行抢救 而部分轻症患者已被转移到休息室 目前他们只需要大量饮水 并无生命危险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等医院的医护人员 连夜为病人腾出病房 调配了氧气瓶 监护仪等设备 经过分诊检查和紧急治疗后 个别伤员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绝大多数伤者被分流至病房 接受进一步治疗 针对部分伤员出现的创伤后应急反应 医疗部门专门安排的心理专家 进行疏导和药物治疗 凌晨1点30分 孟建柱赶往上海瑞金医院看望伤员 在病房里 孟建柱亲切握住伤员的手 仔细询问他们的伤情 最好的治疗 今天我们中央政府 还有我们上海市的领导 女书记还有我们上海市 过来 你当时在几楼 是九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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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 好的休息了 好不好 凌晨2点 孟建柱指示召开会议 传达胡锦涛总书记 和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情况汇报 宣布成立国务院上海市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 他说火灾事故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上海市委市政府全力组织灭火和人员施救 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有关处置和善后工作正在陆续展开 孟建柱要求继续全力以赴做好搜救工作 千方百计救治伤员 减少因伤死亡 因伤致残 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彻底查清事故原因 明确性质认定责任 依法严肃处理 目前上海静安区区委区政府 已将受这起严重火灾影响的居民 安置到附近宾馆 并落实了时速等问题 刚才我们了解到上海市政府成立了1115火灾事故善后处置领导小组 由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担任组长 事故原因现在已经初步查明 是由吴正电焊工伪装操作引起的一起责任事故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据上海市消防局局长陈飞介绍 火灾发生的时候 起火建筑正在实施节能综合改造项目 总包方为静安区建设总公司 分包方为上海嘉义装饰公司 可是这样一场下午2点多钟燃起的大火 怎么到晚上6点半才最终出面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了解到火灾发生后 昨天的14点15分 上海市应急联动中心接到火灾报警 上海市消防局接警出动 调节了45个中队的各种消防车辆122辆 其中包括云梯车 举高车17辆 消防官兵1300多人 然而到达火灾现场后 他们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难题 一起来看看 火灾发生后 迅速赶来的上海市消防局 投入了目前最先进的装备和最精干的力量 十余辆消防车紧急灭火 但是消防云梯不能达到22层的位置 22层以上的火势短时间内难以控制 现在目前救援的难度主要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看到这个火势已经着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你看消防车都在外面 现在真的消防车啊 这个水的压力啊 和那个距离啊都有关系 现在消防车进不了小区 小区里面的路比较窄 所以现在消防车在外面灭火的话呢 距离上显得比较远了一点 所以我们只能拍消防队员从里面进行进攻 把水带外到里面去 为了增加救援力量 一架直升机一直在大楼边上盘旋 但由于火势较重 始终无法接近大楼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研究员李靖告诉我们 我国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将十层及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 和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和综合性建筑 称为高层建筑 一直以来高层建筑火灾铺救 是国际性的消防难题 目前只能靠日常防范 一旦发生火灾事故 救援都会有很大困难 刚才我们看到上海1115特大火灾的救援过程 揭示出了高层建筑灭火 这道世界性的消防难题 由于楼层高 体积大 人员密集 高层建筑本身的火灾隐患就比较多 而一旦失火 又很容易产生烟囱效应 火势蔓延迅速 人员疏散困难 铺救难度大 那么国际上又是如何维护高层建筑的安全呢 我们再来看看 李靖告诉我们 目前高层建筑火灾救援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 登高车高度有限 另一方面 支撑机救援也会受到水源 热气流 浓烟等很多方面的限制 而我国在高层建筑火灾防控措施上的监管力度并不到位 许多高层建筑大火形成立体燃烧 都是因为建筑材料和施工规范的问题造成的 设设计师 有许多新奇特的一些创意 这些创意 这些创意就带来了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的一些创新 这样就就给传统的这种施工工具和施工材料 带来很多冲击 但这些材料 它的阻然性 它着火以后的这个发烟 毒性 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正是由于这些装饰材料 这个带来的这个隐患 或者没有按照技术标准 严格控制的这种技术参数来生产 李静说 目前我国不仅许多建筑材料达不到技术控制的标准 而且许多建筑物一边施工装修 一边还正常的进行住宅商业使用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高层建筑火灾人员伤亡的风险 而这一次上海静安区高层公寓的火灾 施工的脚手架恰恰是最先着火的 从世界范围看 高层建筑火灾多次发生 911事件 美国世贸中心大楼的燃烧和坍塌 为世界高层建筑的防火敲响了警钟 在全世界摩天大楼火灾频频 美国委内瑞拉 马来西亚均发生过震惊世界的摩天大楼火灾 因救援困难造成了700多亿美元的惨重损失 为应对高层建筑火灾 目前发达国家也主要是依靠加强高层建筑的建设管理规范 来预防火灾 比如在法国它这个理念就是刚才我说它叫安全舱理念 它就是我法国所有的高层建筑是由每一个独立的绝对安全舱组成的 这样每一个单元安全以后这个楼就安全了 因为法国它严格规定所有的外装材料 外墙装饰材料不准用可燃的材料 很少发生这样的超高层的高层建筑的火灾 李进也向我们强调 高层建筑居民的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在日常生活中 居民应该保证安全通道的畅通 保持防火门关闭 学习救生常识 并且可以在家中准备一些应急的防火设备 以备不时之序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建设的加快 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 很多城市的高层建筑已经越建越多 越涨越高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发展的趋势 仅上海市高层建筑今年已达1.9万栋 超高层建筑近1000栋 作为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防火与区画委员会委员 胡斌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 就拿我们所介绍的一些实际项目来讲 基本上都是在10层20层以上的工建和住宅项目 这种项目其实已经现在成为设计市场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胡斌说 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楼 已经成为城市繁华和文明的标志 但繁荣背后也有隐忧 我国的消防能力并没有随着高层建筑的增多而越涨越高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高压水枪和消防云梯高度十分有限 最高也只能达到七八十米的高度 但是一般高层建筑的高度都在三四百米以上 当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 火势蔓延迅速 人员疏散比较困难 即使是直升飞机有时也是爱莫能助 高层建筑的发展与消防能力的有限 已经成为一对亟待解决的矛盾 第一是要确定一个细致化的设计原则 第二点就是在这个技术上进行专业化的设计 要有专门的防火设计 能不能有专门的防火设计专业 把一些问题能够做得更深更细致更专业化 吴斌告诉我们 在美国平均每年发生高层建筑火灾七千多起 几乎每天有近二十起 但美国对高层建筑的消防设计 和安全管理方面的很多经验 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 在美国和日本 现在有些专家是在做活灾模拟的设计 就是这栋住宅楼建好之后 能不能起到有效的方法 比如设立目标两分钟 能够把人员全部疏散出去 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这里边住的什么样 是老年人中年人 还是儿童 大概占多大的比例 那么这个两分钟的疏散目标 通过在先映的两年单中 输入相关元素的这样一个数值 进行模拟的这个 火灾模拟场景的这样一个计算 保证最不利条件的人 能够在两分钟内疏散 那么这个楼的设计 应该说从理论上是合理的 如何确保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 的确是现实难题 一旦发生火灾 以现有的技术手段 迅速扑灭火势 还存在不少的障碍 这样的困境 对我们用制度防范安全风险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需要在建筑设计材料使用 和消防设施装备上 严格规范 切实履行 防患于未然 也需要在日常使用维护中 时刻提高安全意识 杜绝任何火灾隐患 其实刚才的城市规划专家 说的不错 城市防火问题 不是一个单纯的消防问题 而是一个城市规划 与建设的综合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录 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可以发自我们栏目的QQ83083 稍后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